街頭車緊急將受傷的71歲WUVU 送往馬捷醫院 被見射中的右眼 經過急診室的處理後 已經沒有大礙 初步看應該是傷到眼睛的YPO 幫他拍電腦斷層檢查 看起來眼球是還好 外面的傷口縫合之後 當天晚上病情比較穩定 他就回家休息 整起意外發生在台東振興部落 一名國中生在住家附近練習射箭 疑似風太大逐漸偏離靶位 卻反彈射中了WUVU的眼睛 你現在是吃了保利龍 在阿嬤旁邊 然後就你現在打到反彈 打到阿嬤眼睛 據了解 歐信同學使用的是部落改良的十字弓 除槍身外 還用強力的橡皮筋製成 因此反彈的力道很大 互相的WUVU讓他非常自責 當地村民也希望WUVU能早點康復 發生這次的意外 提醒歐信學生下次要更加小心之外 也鼓勵他不要因此防擊射箭 因為這是部落的傳統記憶 要繼續傳承下去 記者文教授的半台東金風採訪報導 最後